优áfic 王冠华d 小者iliobi Daniel 哈囉又來到秦南特館時間 歡迎全方位小q&后張 Ü�濃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 Ü郎 送上我的專輯 Semi 1.0 你要不要跟大家洗手一下 好啊 這是我的個人手張專輯 叫做Semi 1.0 那Semi 1.0的意思 就是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 因為去年 faz了 6 首的單曲 那這次是全新的 8 首歌 裡面有自己的詞曲創作 還有36頁的寫真 這張專輯裡面有很多關於女生 喜歡怎麼樣的男生或是閨蜜啊 女生的一些小心態 好 我們準備一些小遊戲 關於張宇農欣賞怎麼樣的男生 可是我家裡看得知道是誰了耶 不行 我們覺得 你要有點炫光的話 單純眼睛的話 你會選12345哪一個 我會選這一個 原因是什麼 因為 你看這個就是很美 然後這個就是太銳利了 就是感覺這種眼睛就會覺得 他就是很單純 然後就是那種很淳樸的個性的感覺 那我們先揭曉你說很美的這一位好了 很美的這一位是小賴 小賴 好的小賴 然後這一位你剛剛說 這是樓俊碩 樓俊碩 這根本就是一個猜一猜的概念 然後這個是你覺得 這是豐澤 所以你覺得豐澤眼睛是相對 你覺得比較誠懇一點 就是很單純的眼神啊 對不對 對 這位是 也是蠻好認的 這位是韋慶 都太好認了 好吧 這是一個非常無聊的遊戲 好第二邊 鼻子的部分 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鼻頭粉刺 看不出來啦 你剛剛說他鼻頭粉刺 所以你在認識一個男生的時候 你會在意他一些細節嗎 如果鼻頭粉刺真的很明顯的話 會忍不住想要幫他擠一下 這感覺比較泛油光 油光 好我們現在看泛油光會是誰 不好意思小賴 皮膚很好不是有 是皮膚很好 高光高光 然後這兩個你 你最終會選誰 我們來選 好再有個揭曉之前 揭曉之前我們來看別的 這個太粉嫩了 風澤 他皮膚超好的 風澤皮膚很好 然後這個是 這是羅君說 好 韋鏡 這個就是 09 這他鼻子認不出來 對認不出來是09 對 原來09的鼻子那麼挺 嘴巴的部分 該不會又是同樣五個人吧 嗯 我們就是一個 沒有梗的一個團隊 我又要忘記他們是誰來選 牙齒跟嘴巴部分 他只有一個有漏牙齒 牙齒對人來說是怎麼這樣 我覺得他牙齒超白的 牙齒很重要 就是如果他牙齒 真的就是很不整齊 或者是很荒的話 嗯 講話的時候都會 一直注意到他的牙齒 所以牙齒要乾淨 這我一開還滿性感 然後這感覺很 那個 粉嫩 很瘋唇 就是很厚 很厚 很難選耶 這個好了 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來揭曉 終於選到微鏡了 微鏡 那我們就是可以知道說他是喜歡 瘋的眼睛 零球的鼻子 加微鏡的嘴巴 然後微鏡的嘴巴 請晚上幫我劈圖 對 如果妳長得像他 也請下面來點 好啦 我們剛剛看完張宇農喜歡的面相之後呢 我們這一次要來猜猜女生想什麼 就是搞定另一半的閨蜜 因為我知道你在這段集裡面有聊說 妳是貓系閨蜜 對 貓系閨蜜 什麼意思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養貓很喜歡 然後我的個性也像貓 就是不像狗狗一樣就是這樣 很熱情 就是有一點是 外 冷 內 熱吧 就是當你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會在旁邊安靜的聽你說話 可是如果你需要一個人空間的話 你就會讓你 因為我們主要是男性讀者嘛 關於女生閨蜜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呢 女生的心裡猜不透 就是有些女生會欲情顧縱 這件事情對妳來說 妳是覺得合理的嗎 我覺得合理啊 因為譬如說在追的過程中 如果這個男生就是 一直一直很積極很多的話 可能就是女生會覺得太多 因為女生通常在還沒交往的前期 一定會稍微比較大爆手拍 所以我覺得欲情顧縱 算是可以讓這個女生覺得 到底是怎麼樣 女生就會對男生有興趣 我滿意外的 我以為女生可能會 希望妳明確一點 可以明確 可是也不能太多吧 如果今天是男生的角色 然後妳要怎麼看她 是欲情顧縱呢 還是對妳沒有興趣 我覺得如果女生是欲情顧縱 只要是有回覆妳訊息的話 不至於到太據點 或是整個不回 所以就算是還行吧 如果她對妳真的沒興趣 我覺得她應該就是自己看 所以妳自己在遇到對的人的時候 妳是會持球對決那種 還是妳其實也是比較蔓延的 妳是會主動出擊的 如果遇到對的人 然後就是我跟她已經是知道 如果有護友好感的話 我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妳是有自己告白過的女生嗎 我算被動性 我算被動性 對 我也要告白 所以如果要追女生的話 就是妳知道 不能夠太猛烈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欲情顧縱 適時的給一些訊息 不要整個斷掉 好 第二題 看一個人穩交愛面的時候 到底可不可以撒網 因為有些男生他們會 你知道 妳可以接受嗎 不行啊 可是通常好像不會知道吧 那如果你發現 妳會繼續跟她交流下去 還是妳會嘗試的溝通 我應該就會斷掉 這麼明確 嗯 那妳的判斷標準是比方說 妳看到她的 她還在開交亂題 還是說 對 覺得在交往前跟交往後 女生的心態該怎麼樣去拿捏 我覺得很多女生應該都是交往前 就是會稍微欲情之中 可是交往後 就會認定這個人 後面就會投入 100% 就對這個人很好 然後 就會把它視為唯一 可是男生好像是相反 剛剛看妳的專輯裡面有一個 詞語說 不要做那個 付出誠意 對不對 妳是不是有一點之前是有這個狀況 就是剛好寫那首歌 對象 我覺得我得付出誠意 就是她也以她為主 然後以她狡猾 還是要自己 對 不行這樣子 好第三個是關於 曖昧期間交往後 對方需要報備這件事情 妳覺得男生需要報備嗎 我覺得 要報備 但是 要看耶 妳的報備程度是指 什麼 就當然也不用一天到晚 就是可能 我現在在幹嘛 我的早餐 午餐 晚餐 不用那麼頻繁 那如果妳的男友是那種 就是她會希望妳告訴她行程 妳有辦法結算嗎 我覺得不要太誇張 是可以的 第四個點呢 男生可以有異性閨蜜嗎 妳的曖昧對象或是妳的另一半 可以有異性閨蜜嗎 我覺得可以有異性的閨蜜 可是呢這前提是 女生的異性閨蜜 妳會有那個雷達知道說 這個異性的閨蜜 跟她到底有沒有 什麼 對 如果是那種三不五時 就要明晚她聊電話 訊息啊那種什麼 那不就是等於就是 第二個女朋友的閨蜜嗎 就不行了 好那妳覺得 領一半要怎麼搞定 女生的閨蜜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就很奇怪 就是通常就是在交往中 男女 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 女生比較可以去加入男生的 就是比如說男生跟一堆男生出去 好朋友 然後女生去好像就OK 可是很少男生願意去 就是去加入到女生的好友圈 所以如果當這個男生 他願意去認識你的朋友圈 並且照顧到你的朋友的話 我覺得就滿感人的 這滿感人的 最後一個呢是關於 女生的戀愛節奏很難抓 我覺得這個很像是比較偏 戀愛節奏很難抓 對 因為很多我們的讀者是男生為主 他們可能不知道說 欸我跟這個女的感覺曖昧很糗 可是告白 就 他沒有意思 或是到底要怎麼抓那個 曖昧的節奏啊 或是告白的節奏 我就是感覺派人 如果我對這個沒有感覺的話 你就連跟他聊天 跟吃飯的時間都可以 所以你是認識很快 可以交往來說 你其實即便你對他有感覺 你也會慢慢來 就是放慢腳步的行 認識很快 真的嗎 這塊請問多塊 最快可能 幾個月 禮拜 這麼快 可是大家有真的很長嗎 還是其實 那個 你後面還是花很多時間在磨合 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磨合啊 沒有磨合 就是交往的 他這張專輯裡面有非常多 就關於我們剛剛聊的這些內容 那你有想要推薦一首歌給我們的 推薦一首歌的話 我覺得滿適合聽《猜猜》的 因為《猜猜》這首歌就是在寫 男女就是疊對疊 所以就是 有點像這種 欲情欲重的感覺 那我們就是 事不宜遲 讓他來現場演唱的《猜猜》這首歌 抓不到頭是猜猜 卻讓你盡情懷懷 該這時候要乖乖 沒有時間再踹踹 抓不到頭是猜猜 卻讓你盡情懷懷 該這時候要乖乖 沒有時間再踹踹 拜拜